注意看 沙子里冒出了一根根 像是豆芽的触手 可这并不是豆芽 而是一种吃人的怪物 就在钢踩 女人的脚刚踩上沙子 就被死死粘住了 一个不小心手也被吸了进去 朋友跳下车想要去救她 结果也被吸住 半倒在地 不一会儿 男人就消失在了沙滩之上 旁观的伙伴下的惊慌失措 就在昨天晚上 一行十几个人 在沙滩上举办狂欢派对 现在沙滩上却只剩下 几个空荡荡的睡袋 看来其他人 都已被沙子里的怪物吃干抹尽 他们想打电话求救 可所有人的手机 都因为昨天玩游戏 被锁进了车子的后备箱 车子也因为开了一碗的车灯 电池耗尽打不着火 几人陷入了迷茫 这时 小美伸出一只手 慢慢地靠近沙子表面 突然之间沙子里就伸出了 密密麻麻的触手 经过试探小美发现 这些触手的伸展距离有限 只要控制距离 就不会被攻击 另一边 宿醉的小胖从铁桶里苏醒过来 一边生气地骂着昨晚使坏的人 一边晃动身体试图从桶里脱身 其他人见状赶紧安抚 让他千万别乱动 说沙子里有吃人的怪物 话刚说完 小胖就看见一只乌鸦 在他眼前被沙子吞没 尽管小胖被铁桶威得快要窒息 但看到面前这一幕 也在不敢轻易乱动 于是大家只能安安静静等待 期待有人发现一场过来救援 正午时分 几人被太阳晒得差点脱水 小美在箱子里翻出一瓶防晒 缓解了大家的燃眉之急 忽然小胖看到远处 有一个裂开的巨大蛋壳 小美想起这是他们昨晚狂欢时 偶然发现了东西 晚上他还是个完整的蛋蛋 现在却裂开了 看来沙子里的怪物 很有可能是从这里面孵化出来的 仅仅过了一晚 怪物应该还没有发育得太大 小美机智地拿出剩余的火腿 扔到了远处的沙滩上 火腿瞬间就被吞噬 不断地尝试下 他们似乎是找到了一个 相对安全的位置 可新的问题出现了 他们要如何过去呢 小帅想到了一个办法 他使用两个冲浪板 手尾相连 交替向前移动 整个过程很小心也很谨慎 可就在最后一步时 板子突然往后滑了一下 小帅靠着自己的腹肌使劲坚持 男人并不是在平板支撑 而是在投命 因为沙子里的怪物 正伸出触手准备吞噬他 眼看要被触手缠住 男人用力一蹬 终于爬到了桌子上 但肚子还是被怪物抓伤 剧烈的疼痛让小帅躺倒在桌子上 但为了同伴 小帅强忍不是开始搜寻 背包里有用的物资 还好有一些食物和饮料 能够让他们再支撑一段时间 突然一根香蕉掉在沙滩上 小帅拿起香蕉发现 沙子怪物似乎不敢靠近 被火烧过的地方 他应该是怕火 可没多久 小帅突然开始呕吐起来 肚子的伤口也长成了 大小不一的水泡 再次袭来的疼痛 让小帅昏死了过去 这时 小美发现触手 也慢慢伸向了汽车的轮胎 车上的小金不想留在这里等死 决定去后备箱拿手机报警 他小心地踩在保险杠上 然后要黑妹拉住自己 小心地用钥匙打开了后备箱 但由于空间狭小 盖子没办法掀开 就在这绝望的时候 远处一辆警车开了过来 小金被一阵鸣笛声吓到 摔倒在车子上面 手指也被缝隙死死夹住 见此情形众人赶紧朝警察呼救 并告诉对方不要触碰沙子 可警察不知道具体情况 认为他们还在酒醉中 就推开门直接走了下来 奇怪的是他竟然没事 原来怪物只会在 直接接触皮肤时发动攻击 因为警察脚踏后底鞋 怪物还没有办法立刻穿透 就在大家以为这次能得救时 警察的车钥匙一不小心 掉在沙滩上 他弯腰去捡钥匙 下一秒 手就被沙子牢牢地吸住了 想用另一只手去拉 结果整条胳膊都被吸了进去 他用尽全力一扯 原本完整的胳膊就只剩下半截 小美想救警察可却无能为力 就这样警察慢慢地消失在了沙滩上 大火再次陷入了绝望 这时杰克想到了办法 他想到用毛巾裹在脚上 因为只要怪物不触碰皮肤 就不会受到攻击 于是他叫黑妹把车上的毛巾扔过来 就在接第二块毛巾时 杰克一不小心掉了下去 男人在接朋友扔过来的东西时 不小心摔倒在沙滩上 一瞬间 无数只形似面条的触手 就紧紧吸附上了他 旁边的朋友只能眼看着 他被怪物吞噬 看到同伴一个个牺牲 小美擦干眼泪 决定放手一搏 他让黑妹站在汽车引擎盖上 拿起掉落的栏杆 自己又拆下另一半 然后从上方跳到了车上 两人一起将小金解救了出来 接着小心翼翼地踏上护栏 慢慢地向前移动 成功地从车上转移到桌子上 眼看要到达对面 怪物突然拉动栏杆 小金就一个不小心失去平衡 摔在了沙滩上 沙子瞬间就将它吞没 来不及思考 黑妹决定采取杰克的方法 将毛巾裹在脚上 然后趁沙子里的怪物不注意 一举跳到警车上 而就在这时 怪物顺着小胖流出的血迹 来到铁桶周围 小胖害怕地大叫 可怪物并不给他机会 直接从内部伸出触手 将它一把解决 看来怪物的能力 比之前又变强不少 攻击完小胖后 目标又转移到黑妹这边 只见怪物触手一挥 左右晃动警车后 黑妹因重心不稳 砸晕到警车之上 等到夜幕降临 小美好不容易熬到了黑妹醒来 一番嘘寒问暖后 黑妹翻出警车上的救生艇 扔到了沙滩上 打开充气后 想要接两人过来警车 小帅成功被送上警车 可就在小美上车时 一个发光的触手 从沙子里钻了出来 小美立马爬上车顶 拿起备用的汽油 倒在车子周围 然后点燃火柴 丢到了汽油上 直接把怪物送进了火海 接着小美趁机钻进车里 没多久外面就安静下来了 怪物也似乎失去了攻击能力 天亮后 一个男人发现了他们 小美看对方站在沙子上 竟然没事 便大胆地踩上了沙滩 果然怪物已经消失了 小美和黑妹成功生还 而小帅因为失血过多 生命暂停在了这一天 怪物真的被烧死了吗 其实并没有 碧绿的大海里 一道黑色的身影 正在缓缓游动 此时的它或许又在 寻找下一个攻击目标 电影到此就结束了 标准的小成本恐怖片 其实制作人员很聪明 明知在有限的预算下 不可能表现出 良好的怪物特效 所以避开大场面 转而利用紧张气氛的 渲染来吸引观众 个人觉得做的 还算重归重据吧 最辛苦的大概就是 全片都憋在 垃圾桶里演戏的小胖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 吃人沙滩 欢迎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